有市民到政府總部抵訊 希望行政長官出城安 關注一宗十二年前命案家賠償執行情況 陳偉蘭報導 抵訊的張先生說 他的兒子在十二年前被四名同班同學綁架殺害 其後終審法院判被告 需要賠償大約106萬多被受害者的父母 但他們至今仍未收到這一筆賠償 期間他曾經多次去到終審法院 以及其他政府部門求助 但也沒有結果 他希望行政長官出城安關注這一宗命案賠償的執行情況 協助他解決追途賠償問題 我們電視台機制一層為難